法国大选牵动市场 法国总统大选即将揭晓 勒庞和马克龙将一决胜负 也将影响欧元走势和欧洲的政治格局 大家好 欢迎观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悉尼中文部经理Austin 本周法国大选即将落下帷幕 在2022年的4月10号 法国总统大选的第一轮并没有决出下任总统 根据第一轮显示 现任总统共和党前进党候选人马克龙 和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 分别获得28.1%和23.3%的选票 进入本届总统大选的第二轮接触 另外 从马克龙和勒庞外 过去的法兰西党候选人梅郎雄得票率为21.7% 位类第三 勒庞是本届法国总统选举的最大黑马 也是他本人的第三次选举 2017年第二次进入第二轮 与马克龙PK不敌 同样的 本次他又与马克龙对决 他主张阻止不受控制的移民和消除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 在此同时 他也试图软化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 特别是在英国脱欧后围绕伊斯兰教和欧盟的问题 他承诺保护弱势群体 团结一个厌倦了精英城的国家 勒庞在这次竞选中更加关注生活成本问题 承诺采取一些措施 包括取消100种家庭用品的销售税 这使得他的知识率也获得提升 相较于勒庞的极左 不左不右是马克龙最鲜明的标签 这也使得他不受困于传统政党的政治传统 通过实用主义的方法盘活法国经济 当然这也使他陷入了极左极右的两难境地 过去五年 中下收入阶层购买率不断下跌 这部分的选票也转向了勒庞的阵营 马克龙在上周六 马赛举行的集会上承诺 要让法国成为第一个 停止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绿色能源大国 通过打能源牌来吸收左翼候选人 梅朗雄的支持者 俄乌冲突也是影响选民的一个重要因素 虽然马克龙和勒庞都曾表示 他们希望迅速解决乌克兰战争 并拒绝让法国成为交战国 但是马克龙一直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推动的力量 而勒庞认为这些制裁影响和威胁到了法国的购买力 希望同俄罗斯合作 勒庞认为欧盟遭受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 而这一切都是美国造成的 美国应该赔钱 根据经济学人的模型预测 马克龙将会以53%的得票率来获得年任 按市场的预估 如果马克龙获得年任 那么将有利于欧元兑美元的上涨反弹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加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首选券商